外交的泰路和六位都破掉 发言山海关的租赫 冠近拔你几家乡 控宿控山 主要地当还在家乡地当位 山海关大楼比平最紅堂还不可以大 现在团出房中想要用 很小的介绍收购 那目前来讲我没有听到 本大楼有说要注收的部分 主委说发言山海关的房级 地当进行一份差不多15万至17万 控宿控山地当日后 有房中想要以百万的介绍来收购 和租乎真心酸 虽然大部分租乎平衡保险就好 但是财团就要买完 还在家乡地当位不断 让他们的心情真不安 其实还是着重于 注乎自己本身 他们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些 压力 身上的潜购cover过这一关 我相信他们应该也不会 就是轻易的脱手 主要也是要看政府这边的补助方案 是否能帮助到他们过这一关 大楼的租乎的心情 这样会比较不愉快 因为毕竟我们已经遭受 零四零三这样的一个天灾了 一定要利用这样的天灾 来抹取他自己的私利 鱼心河 对我们来说是鱼心河 国投诉也信任 最近有听到有房中进这 去财区 买用尽小的介绍 受股材民的房地 提出租债的民众 现在是中间和服务的改端 各行保贴都会逗逗的 是会看着青年的困难 无论青菜都没出房地 还是尿度相关的困难 不算保贴的行保 也没定出来 定会跟逢的路还很长 但是 靠天再来探钱的道主 这关系尤其民进不完 明镜新文化电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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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